古丝绸之路依靠陀队互通有务 现今的一带一路上 都有一队钢铁陀队 它就是中欧班列 第一班中欧班列 在2011年在重庆诞生 当时叫做余申欧 这个名字记录着中欧班列最早的路线 从重庆出发 在新疆阿拉山口出境 经哈萨克进入欧洲 最终到达德国杜伊斯堡 余申欧的诞生 将重庆和德国的时空距离 缩短至15日 随时较海运少30日 运费是空运的五分之一 维亚欧之间开辟出一条新的物流通道 最开始的中欧班列 只去不回 直到2013年3月 从德国杜伊斯堡出发的列车 带着41个货柜抵达重庆 实现回程班列灵的突破 2016年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启用 迈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截至2023年底 中国已有112个城市开行中欧班列 形成西、中、东三条出点通道 联通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 列车运送的货物从最初的数码产品 扩大到汽车、粮食、木材等5万多个品种 2011年至2023年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列车8.1万列 运输超过760万个货柜 货值超过3400亿美元 开创了亚欧运输新格局 稳定和安全是中欧班列的另一大优势 新冠疫情期间 中欧班列成为生命通道 年军运输量增长近三成 累计运送防疫物资近1500万件 亦运输工业材料、产品等等 为稳定国际供应链发挥重要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中欧班列已成为共跌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令物畅其流,为及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